漂亮姐姐被中国弄残便遗照 女行森77计划开稿 中国芒果TV暗夜古宅把日韩以人生甜豆珍、大夜志、少女时代徐璇与孙艺珍等P图变成遗照当作道具 孙艺珍最近主演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人气水涨船高 其中八张一照有三张都是用她照片P图 尽管制作单位已道歉 但她在经纪公司金表示正在讨论该采取何种方式应对 一旦讨论有结果将在第一时间公布 有可能无法大事化小 会采取法律行动 节目组导演日前曾发表道歉声明 称遗照是用智慧软体随机抓取素材合成 绝无故意与恶意指向任何真实人物形象 会将节目内容重新剪辑整改在上线 不过一照事件透过网络传到韩国 引起轩然大波 许多粉丝看到偶像无故被咒死 纷纷痛疲制作单位不尊重人 暴怒扬言抵制该节目 还有人猜测节目组是为了迎合中国官方见韩令 才挑出韩星赐死 关于综合报道 徐玄学生照被辟成鬼异一照 翻设新浪娱乐 日韩多位明星被辟图 翻设新浪娱乐 韩国媒体也报道孙逆珍被辟成一照 翻设新浪娱乐 暗夜古宅制作单位日前发表道歉声明 翻设新浪电视微博